今天香港的廣州是陰天 尤其是下午下雨 氣溫明顯下降 現在醫生教導 這段時間最重要是 養著你的肺 保暖是很關鍵的 湯耀文跟你說 什麼事?咳到肺都掉了 快喝一杯水 羅漢果水 多謝 咳了十幾天 今天終於爽了 天氣從熱轉涼 空氣又不好 不少市民紛紛更照亮 小小的感冒咳嗽 都可能會拖得很長手尾 針對這個時節 我們熟悉的蛇智強藥師就教路 其實雙降日 才意味著廣州踏入秋天 首要飲武就是養肺之陰 羅漢果是最對的 羅漢果去檀火 而且羅漢果含的是果糖 很多時候各類的人都適宜用 可以用羅漢果燉獸肉 另外海底椰、農利葉、吉梗、村貝等等 也是很認知的湯料 不過蛇藥師最推薦的還是椰子 我們可以用椰子和紅蘿蔔煲牛肉湯 或者椰子燉雞 都是這段時間的一個很好養生的湯水 俗語說春虎超冬下打盾 但這句言語只適合北方 在南方還是要注意保亂的 頸是寒氣入侵的主要位置 很多人在換季的時候 都容易患上咳嗽和喉嚨發炎 其實根結就在於頸 所以這段時間都是建議大家 最好戴上圍巾 保護好肩頸的這個位置 如果忘記戴的話 就像我這樣 拉高三領 穿好肩頸的這個防風和保暖 今天的廣州街頭 不少美女還是身穿短裙短褲 大瘦尾腿 但其實 腿腳是人體的第二心臟 腳步保暖不可忽視 膝蓋 我這個天都穿的那個褲 都比較厚一點 因為有關節炎 那個風吹了 它會這樣的 廣東台記者湯宇文報導